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叫什么 带一下 你的机器不好 我四百岁进工厂学徒的 今年七十二十 我有亲密的农村 他们种棉花的 种树菜的 全部是用打拨用苗的 能够打拨很困难 这个劳力强度很大 供效很低 所以他们一提打下来 只能打个五七的左右 一个劳力 但是很苦很累 有几个同事跟我讲了 说你是搞了农业自在的 你能否搞个打拨支撑的呢 全体的考虑打拨 你就用 손在害羞 我给你继续 在外面中处理 都会几个人 的 有事情 你不让我再去 你能够否计 这种地方 个人 不让我抓人 除了 你不觉得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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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我的支持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云水母的两款智能灯泡 这一款常规款采用的是类似陶瓷的灯体材料 而这一款蓝牙音乐灯泡采用的是钢琴烤漆处理的外壳 摸起来温润如玉 手感细腻舒适 然后两款灯泡采用的都是市面上兼容性很强的127 这时候我们进行通电了之后 要进行配网模式 这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连续开关 上次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保卫智慧生活APP里面 把它们进行配网 配对 进入这个界面之后 我们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色温 暖白光 暖黄光 然后还有一个 可以叫做冷白光 还有进行一个亮度的调节 这个时候可以根据您个人对色彩的喜爱 进行一个色彩的选择 好 你喜欢什么色彩 我们都有 可以随心调节 自由自在 同时色彩也可以支持亮度的随心调节 然后呢 同时 这里也有 根据不同的一个环境 跟使用场景 我们给您预设的一个使用方案 有主观模式 还有日出模式 还有一个清晨 冰雪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APP来进行一个关灯 这时候灯已经关掉了 我们只要设定好 要起床的时间 它就能够像太阳一样 清晨时 太阳升起 然后将您轻轻地唤醒 温柔和舒适 它两边 镶嵌着立体环药 保证的一个 蓝牙影响 里面也内置一个 智能方案 跟一个 蓝牙模块 然后我们来 测试一下它 营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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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养的少 利用这个蔬菜 但这个蔬菜呢 到冬天就没有了 就得研究这个街杆 把街杆粉碎了 可能像倒汤一样 来取替这个 一部分这个杆 说打的原料呢 打的这个街杆种类 一个是玉米街杆 是玉米街杆 搅是玉米街杆 在这个街水上 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